高圆圆在过别大荧幕三年之后 首次出现在了麦俊龙的新作 《风铃火山》的首场发布会上 与她合作的男演员是刘青云、金城武、梁家辉和古廷乐 这三年其实也是赵又廷将她私有话的三年 高圆圆承认不敢轻易去接戏 很大一部分还是家庭的原因 除了要照顾自己的父母 她还觉得结婚之后发现 好像两个人都拍戏有的时候不太行 总要有一个人相对来说照顾一下家里 于是高圆圆就做出了她的选择 赵又廷也在不久前感谢太太做出了事业上的牺牲 文集此言高圆圆参笑道她知道就好 另一方面的原因 高圆圆近些年把拍戏这件事看得越来越重 以至于越来越卖不开步子 在拍摄《南京南京》时 她付出了超越自身极限的努力 仍然没有让自己满意 至今她都不敢回看这部电影 如今当中的许多珍还会时不时的在她心头上撵过 提醒她这件因为阅历所限而无法弥补的遗憾之事 而面对催生的提问时 高圆圆使用了和赵又廷同样的一个词汇 顺其自然 对于接下来的工作 她也没有什么规划 她说把《风铃火山》拍完 应该暂时不会有下一部作品了 再过几天就是高圆圆的生日了 她说从小就是平淡的过 这次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期望 只是希望家人和朋友在一起 顺其自然简简单单 这似乎就是高圆圆的人生哲理 八分堡综合整理